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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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欣赏事成 所以记住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欣赏事成 然而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欣赏事成的世界里 当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有个想法 想服务全球的学友 能够帮助大家在贾成年更好的 轻而易举的丰盛与富有 同时既开会有富有 就会录这个视频与你做分享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想法 然后有这样的显化 所以仔细听好了 属机的可以有更好的欣赏事成 因为你可以相对轻而易举的显化 那为什么不用绝对呢 因为这牵扯到你的业力功课 牵扯到你的商业模式 牵扯到你对先天智慧的掌握 牵扯到你对医学应用的先天智慧的灵活运用 当你更掌握规律 同时你都忠实修行 同时你够了解这个地球上的玩家攻略手册 那么你就会更加的 从相对到绝对的轻而易举的显化 好了有机会 我们再多谈这个主题 再来呢 记住喔 鼠记得特别记住喔 多走动且放长线钓大鱼 我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我例如以李春茵而言 我从台湾台北出发 然后回到我们大祖国的怀抱 同时呢 面向全球 从我们的祖国的国内到国际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有些不样的成长 得到全球很多的许多的支持 那是因为我相信赛奇理论的一个精神 就是不要争一时的输赢 而是N年之后你还在不在场上 所以记住喔 要放长线钓大鱼 坦怎么写 坦就是只看到当下的利益就是谈 因为以前是用贝壳做交易嘛 当作贝壳是什么 财富的一个象征 好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当下的利益 要看到更远的未来 放远的未来 OK 生于忧和死于安乐 然后呢 要懂得 懂得人没有远率比有金优 所以要放长线钓大鱼 再者要进行身体延展的轻运动 因为鼠肌在2020年的运势当中 你要特别的记住 你要去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有一张网络叫筋膜 这个筋膜如果没有更好的舒展 你过度运动 会受伤喔 我们的整个气血 有可能会慢慢的卡住 慢慢的僵化 所以呢 你没有控制好你的身体 身体会反过来控制你 所以邀请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不管你是鼠肌的 尤其是鼠肌的 今年轻运动是你的生活目标之一 是你在甲成年的生活目标之一 记住要多做身体延展的轻运动 好啦 我们鼠肌的有三个很重要的熔年运势的建议 和相对轻易举的显化 多走动且放长线钓大鱼 身体延展的轻运动 OK 谢谢加油 加油 接下来呢 听懂之后要立刻采取行动 因为你即将能够从这里开始 拥有在甲成年飞龙在天的真正的超级秘密 就是赶快去下载我们2020年甲成年的真运攻略 来想象一下 如果你想用全方位的幸福 全方位的健康 全方位的富有 包括帮助自己的家族能够在地球上 从甲成年有更好的崛起 然后离火酒运的20年的大运 你岂能错过呢 因为你错过了对七的话 你又错过了梗巴 你怎么可以错过离九呢 当然如果你掌握了对七 这样的一个运势发展 你掌握了梗巴 这样的房地产的运势的崛起等等等等 你更不能错过离九运不是吗 人生有几个黄金20年了 所以呢我们即将在甲成年 飞龙在天的真正的甲成年 就是离火酒运的第一年即将跟你分享 2020年的甲成年的真运攻略 然后你用全方位的幸福 当你可以用全方位的幸福 那是什么感觉呢 不过接下来想跟你分享 其秘密在哪里 就是这个全部的全 全是什么呢 人在王之上 人什么意思呢 人为什么在王之上呢 人要掌握天八卦 人八卦跟地八卦 所以简单的讲 当你能够掌握人八卦 天八卦 地八卦 能够成为王者的时候 你能够人在王之上 你就用全方位的幸福 所以接下来呢 要待会赶快立刻去下载 我们的真运攻略 因为我即将告诉你 如何在甲成年更好的运势的倍增 包括如何帮你吹出更好的财运 健康运 事业运跟贵人运 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不同的方位 帮你提升更好的自己的正能量